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坦坦 后期之作 千雪 第三百二十五集 身后的黑袍男子被那一阵异箱给困住 一时间似乎没有能够追出来 凤九儿这次是拼的命往死里跑 不管去哪里 只要先甩掉黑袍男子 他才有机会活下去 可他还是太天真了 那一阵异箱被黑袍男子长袖一服 转眼间已经在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 九儿跑出去不过数十丈的距离 身后忽然一股寒风袭来 这一次寒风带着唇厚的内力 真气味道 凤九儿便感觉到天地间所有的一切 像是彻底融合在了一起那般 他无法迈步 黑袍男子的内力像是一张无形的网 将他整个人困在网中 现在那张网不仅仅从头顶洒落 压下还从四面八方收拢而来 他长下凝聚真气 奋力抵抗 可黑袍男子那张内力网却越收越紧 将他所有的筋脉死死困住 就连五脏六腑也像是被网住了一样 痛 越来越痛 越是挣扎 痛得越厉害 喉咙也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捏着 他五指收紧 他便连呼吸都彻底停止了下来 浑身都在发疼 鲜血从他的唇角溢出 沿着下巴滑落 在他白皙的小脸和脖子上 红得如此触目惊心 这一次 不会再有九皇叔的相救 因为现在的九皇叔 一定还在不遗余力地救助木暮 这次 自救依旧是徒劳 浑身的经脉 是不是也会像上次那样 被他以无形的掌力折碎 濒临死亡的滋味 实在是不好受 若能一下子死去 或许还能好过一些 可他凤九儿 怎么能是如此懦弱地存在 就算明知道是死路一条 也不能就此放弃 他指尖扣着银针 虽然连抬起手臂 这么简单的动作 也几乎不能做到 但他最终 还是将手臂抬了起来 手腕费力一转 荧光从空气中滑过 几乎是无声无息的 黑袍男子 看着在自己面前 不远处落下的银针 几乎要为这个丫头 喝采起来了 以凤九儿的功力 能够撑到现在 没有晕过去 已经是不容易 可他不仅没有倒下 甚至还能够对他出手 简直是奇迹 不过 他这银针 对他来说 根本不具任何意义 功力如此弱 能对他做什么 本作还不打算 让你就这样死去 别怕 眼看着凤九儿 丹西跪在地上 是真的撑不住了 黑袍男子 才浅浅一笑 将自己的掌力收回 可他万万想不到 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 就在他收回掌力那一刻 原本看着 已经连跪着的力气 都没有的凤九儿 他竟然手腕一转 一道荧光射出 黑袍男子 根本没有任何防备 正打算过去将他带走 所以这银针 他竟然没有躲过 啪的一声 很轻微的声音 黑袍男子脸上的面具 细绳被银针打中 就这样断开了 凤九儿眼睛睁得大大的 想要看清楚他的脸 可黑袍男子 却在面具落下那一刻 一掌推了过来 黑夜中 只看到那是一张好看的脸 肤色不算是特别白皙 但脸颊是英俊的 这是凤九儿唯一的认知 不是因为他真的这么花痴 看男人只看帅不帅 而是根本没有机会看清楚 那一掌隔空落在自己身上 他只觉得胸翼间 升起了一阵翻腾 之后便两眼一闭 彻底昏死了过去 黑袍男子走到他的跟前 月光之下 那张脸俊逸不凡 可他此刻盯着凤九儿 眼神却冰冷至极 他竟然低估了这个丫头 没想到 在他自己强大的内力压迫下 竟然还能够有挣扎 甚至反抗的余地 刚才那一针 若不是有面具挡着 怕是已经伤了他的脸 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还要顽强十倍 意志力如此惊人 也是他见过的女子中最为坚强的一个 不过这一身内力终究是不够强大 否则若是连功力都强悍的话 这样的毅力 这样的性子 这样的智慧 怕是将来能直接参与 瓜分这个天下 他蹲了下去 将唇角还占着血迹的凤九儿 随意抱了起来 九儿这一回是真的晕了过去 气息有点微弱 显然也是伤得不轻 湛青城竟然没有跟着出来 让这个丫头落单 倒是有几分让人意外 刚才一直没有现身 便是想看看她 去哪里找回她的九皇叔 也是想看看 她的九皇叔会不会来与她会合 只是没想到 竟然从头到尾 都是她自己一个人 黑袍男子 再看凤九儿一眼 这才足下清点 转眼掠过了树梢 啪的一声 有什么东西在门外落下 正在伺候南门戎的嬷嬷 微微一愣 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不知道 是哪个不长眼的摔倒了 奴婢 这就去看看 南门戎 斜躺在床上 刚吃过药 如今身子恢复了些 气色也好些了 嬷嬷离开 她倒也没怎么在意 最近都在调理身子 希望可以早日恢复 早点出门 阿九出了事 爹爹和圣上 竟然一起将九王府给封了 若不是宁太后 这太后的身份 对南门一族 也构不成任何威胁 只怕 就连太后 都要保不住了 窝闹皇帝 也不敢以太后来当耳 引诱九王爷出现 这么做 定会落下一个千古骂名 南门戎 自然不是担心太后的安危 而是怕阿九回来之后 若是太后出了事 阿九不知道 会不会怪她 没有在她出事的时候 替她保护好 在意的人 虽然阿九之前 总是在伤害她 但那都是因为 有凤九儿这个妖精 在挑拨离间 若非如此 过去那么多年 阿九也未曾对她 做过什么过分的事 如今在想 果然还是凤九儿的原因 没有凤九儿的时候 阿九是真的很好的 娘娘 娘娘 外 外 外头 外头是凤九儿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谢谢